來 那個老闆就把他的手 放到我的大腿上面 然後那時候我完全 我就嚇到 我想怎麼會 就是把他的手放在我的 對 把他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上面 然後接著 他放完之後他看我沒有反抗 他把我的手抓著 食指腳扣 你怎麼會沒有反抗 那你為什麼會不反抗呢 你為什麼不反抗 我就不知道 我當下完全不敢反抗 我也沒有去反抗 然後那時候就想要 所以你當時頭上有戴竹竹竹 我當時就是 我覺得我還滿冷靜的 因為其實大家不要看我這樣那麼傻 我其實是個脾氣很差的人 對 就我不會讓人家 吃到我任何的豆腐 但是我沒有想到那一天 就是吃醇醇醇 對啊 可是我要幫一些人講話是 很多人都會說 女生就是要說不啊 可是有的時候真的是會被嚇傻 尤其是你看喔 車上是有三個男生 對 如果你真的激怒了他們 他們如果怎麼樣 你沒有想清楚整個 後面的那個套 就是你要怎麼套到最後的話 有一個毀屍免機 你沒有辦法冒冒然去做任何的行動 真的 寶姨姐妳好棒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 被你稱讚我沒有反抗 對 所以我那時候完全真的沒有反抗 然後那時候呢 那他這樣放多久 他這樣放了大概兩三分鐘左右 但是他因為我手很容易滴汗 所以他可能發現 哎呦 那要打嘛 所以他放開了這樣子 對 所以我的手汗救我 那種昆蟲還是什麼 會自己自救 會分泌那個免疫 對 然後之後呢 我就請我爸爸媽媽 因為他們想要準備簽約了嘛 然後我爸爸媽媽就從彰化 上來那個公司那邊 然後之後呢 老闆就帶我們到會議室裡面 然後給我們看那個 那家遊戲公司未上市的股票 那老闆就說 就是請我們家裡拿50萬出來 投資這個公司的股票 對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50萬 那為什麼之前老闆都沒有跟我說 要我們家來買這個公司的股票 然後那時候想說苗頭不太對 然後加上很妙的是 就是我進來公司 然後那個製作人有開始 幫我訓練一些歌唱 他訓練我那個什麼 因為當時七年前 還滿流行的一些歌曲 例如說許若萱 或者是蔡依林 那時候都很流行了嘛 但是那個老闆竟然 訓練我唱了一首歌 就是歐陽菲菲的 愛的路像我和你 有什麼 藍香蜂 偶然香蜂 而且呢 因為我其實 我其實是個舞蹈老師 所以呢 他那時候說 他那時候竟然教我要怎麼樣 他說你去表演對不對 如果有唱那個尾牙場 你要這樣的喔 偶然香蜂 歡迎你愛的路像 與我同心 這樣子耶 這種表演喔 連寶媽都不做 寶媽討厭 就是弄槍喔 然後我心裡想說 為什麼要就是 要這樣 他就說這樣是 代表很大氣的意思 他說 你可以按照我這個東西 然後你可以去來想一下 那我之後 我就是有想一些舞蹈 但就是比較 就是比較流行 他就說 這樣不OK 這樣別人看不懂 你就是要簡單俐落大方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不對 這家公司不能簽 然後我就離開了 其實像現在 我想問一下玉琳哥啊 如果你想要進一間經濟公司 經濟公司想先跟你要錢 這個到底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沒有任何名門正派的經濟公司 會跟那個新人要錢的 即便是拍照 都是經濟公司 自己會去 投出錢 因為他把你當商品嘛 所以他必須要 對於你的行銷推廣 自己要先投入 那個資金跟經費 所以我常常覺得 怎麼會那麼傻的女生 說拍照也要被收錢 然後說要幫你自裝 也要收錢 到最後呢 已經進行了差不多的 竟然連我要出個單曲 說我也要自己出錢 那你那你 你簽給他幹嘛 你就拿這筆錢 去隨便找個音樂製作 說我給你錢 你幫我錄唱片 就好啦 所以 以我在這行闖擔二十年的經驗 我說真的 我沒有任何 碰過一家正統的經濟公司 會跟藝人收任何錢 一貓錢都不會收 是 玉琳哥說這個話 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要注意聽了 因為說實在的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對啦 好像是投資自己 也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啊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 幫公司賺錢嘛 所以我一定要付出一些 可是事實上 你看玉琳哥已經告訴大家了 沒有 要你付錢的其實都是有問題 那一定都是假的 對 那這個孟詩你呢 你曾經也被要求要付錢對不對 對 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有被一間經濟公司找去要簽約 然後他們很厲害 他們設計了一整個流程 就包括你要先自我介紹 然後看你的台風 然後還要帶才藝表演 然後你現場表演才藝給他看 然後之後呢 大概十個人 會有八個人可以進到最後那個小房間 八個人會多吧 那八個人進小房間就是要簽約 而且他會要求你簽約之前 要給他兩萬塊 為什麼 他就說因為我要幫你準備拍照 然後我們這攝影棚什麼 厲害的攝影師啊 然後我們還幫你準備衣服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當下是想說 嗯 我好像是你找我來的 不是我自己要來的 而且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要進演藝圈 因為我那時候才高中 我就說那我回家問一下我家長 結果過了大概一個禮拜 他們打來說 欸孟姿啊 你怎麼都沒有消息啊 因為我們公司真的很喜歡你 不然我們幫你打八折好不好 就變一萬六 對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不用了 因為我有上網查 他們那間公司 他們其實真的有人PO文 然後他們的經濟約都是有問題的 就是真的就是詐騙集團 嗯 對 而且這種東西應該真的到處都有 沒有我剛好 我聽過一個真的最詐騙集團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講 他說他那時候呢 他的女兒大概也是大概高中吧 就反正有那種奇怪的明星夢 然後就一直想要當明星 然後他自己在外面 反正就是人家找說去試鏡還幹嘛 就認識一個經濟公司 然後那經濟公司也不知道 怎麼樣輾轉 知道他家可能還不錯 然後就反正跟 因為就家長會帶去嘛 看看到底是這麼一回事 然後我朋友跟我講說 那經濟公司不誇張 一開口跟他說 其實我跟你講 你這女兒是可以栽培的 你如果先幫我們出個五百萬 我保證你把它捧紅 就這樣喔 然後你知道那小孩就一直吵啊 一直覺得想紅嘛 然後爸媽就沒辦法 好吧 反正就給了那公司五百萬 結果還沒講完喔 最扯的是什麼一個通告都沒有 什麼任何廣告什麼都沒有 到最後又說那我跟你講 不然你再拿兩百萬出來 我們幫你 因為他們公司還是有些產品 拍個廣告 然後用你女兒 我說有沒有這麼二百五 你花這麼多錢 早就要自己拍個廣告就算了嘛 對不對 這麼礙眼 然後其實也 就拍完他們自己家廣告 也就結束了 所以明星夢這個事情 真的是會讓人家昏頭 就是你只要被人家說 其實你是可以被栽培的 你是明日之星 我們非常看好你 因為有的時候 你心裡面默默會覺得說 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蔡依林 或我會成為下一個周杰倫 但是如果有人突然肯定你 然後肯定你說 你會有個光明的前途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遇到 博樂知己那種感覺 說來簡單到爆 台灣台北市登記 可能有兩三千家的經濟公司 但是這兩三千家經濟公司 有一半 它是在做什麼經濟 它是在做酒店經濟 可是它登記的時候 它也叫做經濟公司 這種經濟公司 你打開報紙 他們也會打廣告 他們每個月可以花三四百萬 買下所有報紙的版面 可是你去都怪怪的 因為他問你 他還跟你強調可以保密 一個月可以賺十幾二十萬 而且通常都會離捷運帳很近 這種公司就是所謂的酒店經濟 其他的都是一種 詐騙的也佔很多數 真正名門正派 以我稍微內心盤算一下 可能不超過十家 Always都是這些的 這些資訊不難取得 因為報紙上也會寫 新聞上也會報導 但是我曾經碰過很多很可憐的妹 要簽給那種不入流的經濟公司 然後常常就是飯局 或者是外拍 外拍拍一拍 可能就背吃豆腐 我說那你為什麼要簽給這家經濟公司 你為什麼不去大型的經濟公司 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啊 就是那幾間 他講出來大家都知道的名字 他說可是他們不要我 這就對了 我跟你講 如果大型經濟公司不要你的時候 就表示很可能你不適合吃這一行飯 就好比說你說你會打棒球 可是兄弟相對不要你 那就很可能表示 你根本就不適合打棒球 所以呢 這個奉勸天下的無知 我一直講少女 因為少奶被騙的機率比較低 少女們 如果這些名門正派不要你的時候 那你就是要回去好好檢討自己 你就是很可能就是不適合了 那個例外很少見 很多人確實說 那個大型經濟公司不要 可能要靠自己的力量 又重新可以崛起 可是像林書豪這種案例 微乎其微 很少有人是林書豪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判斷的標準 好像聽說連那個小甜甜 也曾經是無知少女 心探慧眼 讚嘆小甜甜是天后接班人 小甜甜 從彰化來台北 好 奮鬥 發展 有一天他在西門町逛 有一個戴亞蛇帽 那個妹 過來 哇 就稱讚他 講出一個令書人 會噴飯的一個那個 他說他是誰的接班人 他說我一看呢 你就是 你的接班人 不怕經濟公司 到底有哪些手段 欺騙抱有新夢的少男少女呢 下段節目告訴你喔